2021年9月16日 全世界有2.2719.9千多個確診 增加了54.5千多個 死亡增加了8.859個 到467萬多 最多新增確診地方是美國 現在增加了15.4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增加了超過2千人 2千1百多人 可以說現在美國變回最大的大災區 總共確診數目現在是4246萬4千多 死亡方面現在已經達到68萬4千多人 英國多了超過3萬個確診 死亡也上升到200人一天 印度增加多了3萬個確診 死亡多了400多人 土耳其多了28千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240多人 伊朗多了19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450多人 馬來西亞也有19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也多了400多人 俄羅斯一樣一樣 俄羅斯一樣一樣的情況 墨西亞也有19000多個新增確診 墨西亞也有19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超過1千人 越南超過1萬個新增確診 死亡250多人 以上有13個國家 今天新增新增確診數目是過萬 法國多了9千多個 死亡78人 翠維亞7600多個 古巴7400多個死亡70多人 日本6000多個死亡48人 斯利蘭卡5千多個新增確診 以色列5千多個確診 斯利蘭卡死亡130多人 意大利4800多人 南非4000多死亡160多人等等